首次在我国举办的2019年国际机器人与自动画展览及研讨会 今早揭开了序幕 带领人类走进智能机器人的新科技世界 为期三天的展览会成功吸引本地、韩国、新加坡、中国和台湾等海内外人士 前来切磋交流、共襄胜举 智能科技的用途越来越广泛 汇集人类的多样化生活 为配合我国政府推进工业4.0的发展前景 首届机器人及自动化行业贸易展 今早在雪兰的沙南石达城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各式各样的先进机器让人目不暇解 这台出自日本名为Pepper的机器人 可以按照使用者的指示 提供跳舞、聊天等功能 增强与使用者的互动氛围 很多人认为科技技术的发展会摧毁人类的工作岗位 但其实机器是在帮助人类降低在工作引起的疲劳度 同时也在提高工作的强度 以及产品的优质化 所以使用者和机器是能够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看到了现在看到这款协作机器人 它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制造商 很就是很愿意去用的一款产品 它相较于人工来说的话 它的一个成本会比人工会要便宜很多 人工的时候它会因为一种疲劳度 或者说是工作的一种强度 会产生很多对产品产生很多一些质量上的问题 它的合购率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像我们机器人的话 就会你编造一个比较固定的 比较OK的一个程序的话 它就会按照你的程序 没有任何的误差的去进行它的工作 第一届机器人及自动化行业贸易展 带来很多行业产品的同时 也准备了多项精彩活动及行业专题讲座 让参观者大开眼界 NDP7世袭记者王鲜宇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